這名騎士行駛在路上疑似心虛 往後瞄一眼但也沒停下 緊接著後方就出現一台機車 不斷往前滑行和地面高速摩擦 爆出火花在地刮出一條超長痕跡 造勢機車擋泥板黑一塊 可見當時的撞擊力道之大 車禍發生在30號晚間10點多 23歲王姓男子行駛在台中北村太原路三段 大彎方向燈後立刻變換車道 害得後方40歲張姓騎士 重摔在地全身擦傷 機車則不斷往前滑行 在地面摩擦爆出火花 不過造勢騎士盡當沒事 直接離開行徑相當誇張 當下我們把王姓男子約談到案的時候 他是矢口否認 但是我們警方出示相關的影像的時候 發現他有回頭形式 他見到這影像才勉腆跟警方說 有 他當下怎麼沒有做一個反應的動作 他是說他行車中是聽著耳機 騎士不但造勢逃逸 導案還試圖裝傻 想蒙混過冠先吃上600元到1800元的罰單 還好被害騎士傷勢不重 否則有個三長兩短 恐怕不是罰錢能了事 記者王一朝 謝雲鎮 台中採訪報導 麵包 5 2